想入手中大型SUV舒适王 那么以下这两款车型才是最合适的 价格方面暴跌30万 现在20多万就能够拿下 配配9A地边的箱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大众兔昂 这款中大型SUV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车内的空间更是非常的宽敞 等着质感也是没得说 差弹还达到5米052 轴机2米980 货币箱容积达到2400升 就这样的空间表现 出去自驾又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底盘方面还残了强度的前驾 大众车的底盘调校有多稳 我们都知道吧 并且在动力方面还搭载了2010T 7档式双离合 只不过入门级版本动力点弱 只有186 还是考虑它的高功率版本 马力达到220 价格方面是只归出了1万多 入手也是相当划算 现在价格方面更是一路暴跌 从之前的52万 现在一路跌至29万多 不获赢再降7万 现在入门级版本已经跌至22万多 就能够拿下 就这样的优惠力度入手 那是相当划算的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二款卡迪拉克XT6 这款67座豪华 重大型SUV 也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动力有动力 要性价比有性价比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现在价格分别更是狂降7万3 官方指导价39万2700到55万2700 运回后的价格是在31万就能够拿下 入手这款车也是相当的划算 毕竟是二项豪华品牌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动力层面还搭在20T 9AT部分高低功率 马力能够达到237 后白只需半点6秒 7个的大灯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差长达到5米056 小几两米863 车内分6座和7座布局 都是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行车体验 让你坐进车内人人皆平等 坐坐皆豪华 现在入手也是相当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像这两款重大型SUV 入手都好时机到了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